當初西藏的白教的祖師馬爾巴 到了印度去拜見納諾巴 跟他學法 這個納諾巴尊者曾經顯現了喜金剛的談成 那個時候馬爾巴就在心中想 現在我已經看見了喜金剛的談成 那麼還有他自己的根本上是納諾巴 應該先向納諾巴談成 向納諾巴先頂禮 還是頂禮喜金剛的談成 他就想 因為根本上是常常見面 喜金剛談成很難看得到 所以他先向喜金剛的談成頂禮 在頂禮納諾巴 這個時候納諾巴就講話了 關於你的系統 將來呢 你的系統不會傳給你的兒子 也不會傳給你的兒子 你的孫子 你這方面你就沒有了 然後呢 那納諾巴又講 將來你的傳承 是在外人的身上 外人的身上 都不是跟他有血統關係的人 而且呢 他因為錯誤的頂禮 所以呢 他自己的兒子就夭折 他自己的兒子就夭折 這是一件喜金剛的事情 他先頂禮喜金剛 再頂禮納諾巴 後來 這個喜金剛的談成 就漸漸的消失在 納諾巴的 進到 納諾巴的身體裡面 還所有的租尊 全是由根本上司 心中所流露出來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所有的租尊 都是由根本上司的傳承當中 這樣子流露出來的 所以我們每一次頂禮啊 一定先頂禮 先頂禮自己的傳承上司 然後再頂禮其他的 租尊 道理就是在這裡 也就是講說 根本上司跟上司很重要 其實 根本上司就是租尊的種子 根本上司 那根本上司呢 很重視喜金剛 那這一尊是師尊 先得到的 也就是 吉祥喜金剛 吉倫甘露泉 這是一部 一部喜金剛的經典 吉祥喜金剛 吉倫甘露泉 是喜金剛本身的經典 這一尊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尊也寫了喜金剛的講義 也講解過了 你們如果種金剛法的 就應該知道這個喜金剛的重要